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知道了 回头再说吧 潘伯瑞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是潘伯瑞 你是 我是小宁 小宁喜欢吃薯片吗 还好 整包给你 谢谢 拜拜 bom 这就是 小宁 fehlt 对 是 我们 我们 稍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吗跟踪吗 唐唐唐唐 小姐姐 我们见过面的 就在这家酒店啊 我知道 知道就好 放手 放手啊 那句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所以 是骆家衡让你跟踪我的 民人不说暗话 家衡让我带你回重庆啊 走走走走 停 狄正 我来都来了 哪有说回去就回去的道理 这个蛮简单的嘛 你要多少钱 留个卡号就行了 走走走走 我 看来 你还不太了解我和骆家衡之间的事情啊 来 给你好好讲讲 我跟家衡呢 来 这个菜是谁做的啊 你们先添的菜饼啊 我改良的 麻辣火锅配东阴公火锅 新加坡口味 我爸最近胃口不太好 吃不了这些洋玩意儿 老于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跟着生什么气 等你们家风鸣啊 跟那个戴应熙去了新加坡 这些个风凉话 我看你还能不能说出口呢 于叔叔 您别这么说话呀 这个骆家衡 人品就有问题 你说 他怎么能跟 笑笑的好朋友刚在一起呢 这算什么事啊 爸 万一这个 骆家衡有个什么难言之隐 是吧 什么 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呢 冯明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嘛 是 骆家衡 他做了换心手术 啊 不是 什 什么 我也是刚知道的 他就是因为做了换心手术 担心拖累笑笑 才和林姨在一起的 吗 你 slope 才不知道 都不愈见摇滑啊 所以 你还准备帮他吗 怎么说 这小伙子还挺有担当的嘛 我是挺感动的 爸 你就别说骆驾航了 感动 感动有什么用 感动能当饭吃吗 就像风鸣说的 他做了换心手术 可 可这十几年之后呢 三千多天以后呢 笑笑 那不是还得守火寡吗 我 我这个当父亲的 也不能眼看着 他往火坑里跳吧 不是 于叔叔 您别这么悲观啊 不明 你们这些年轻人 天天讲爱情 可是你们知道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吗 是啊 等十几年后 当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你心爱的人 一天天地 失去了活力 这种经历 最后 失去了生命 这种经历你们有过吗 我有过 到了那个时候 那种无助 我经历过 那种痛 我经历过 来 我 他这么快就答应了 的确是运了一点狠招 多狠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她了吗 你干吗还问这么多 你看 她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 没有 有了 好像是 有一句什么她不在的日子 希望你多去看看 星想 星想 陆江航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合适 不会有结果的 一句不合适就结束了 你不让殷熙告诉我你动过心脏手术 是因为你知道那就是换心手术 不然你怎么会唱那首歌 偶然听到的 我不是个傻子 不像以前一样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家衡 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会离开你 晓晓 对不起我 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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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家衡 你醒醒 阿姨 来 阿姨对不起 我 你在重庆害家衡晋级救世 还不够吗 你现在又追到新加坡 你就是不能看她好对不对 没有阿姨我 阿姨 家衡她还没醒 您别气坏了自己 阿姨 是我的错 是我非要来见家衡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只是在害她 她只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 你却在这里惦记着自己的感情 你太自私了 真的 只有不到十年了吗 病人家属在吗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病人情况很不好 请在病危同归书上签字 怎么了医生 是 罗太太 你先别激动 我们只是整场流程 患者是心梗 如果抢救时间太长 会导致大脑工血不足而缺氧 脑组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会变成植物人的 植物人 医生 你让洪医生跟我说 洪医生出差了不在新加坡 我希望你赶快签字 不要影响我们抢救的工作 阿姨签了吧 你们放心 我们会尽全力的 家伙 你千万不能有事 喂 妈妈 什么 江河昏倒了 什么时候的事 妈 您别着急 我马上就去订票 行这样 再见 瑞塔 帮我订今天最早的航班回新加坡 阿姨 喝点粥吧 没有胃口 家伙不会有事的 您就喝一口 你也来一碗 不用了 谢谢 家伙不会怪你的 我也不会 别多想 阿姨就是这个脾气 医生 怎么样 医生 抢救结束 好 病人 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需要看 麻醉效果结束之后 病人是否能够醒过来 什么意思 如果四十八小时内 不能醒来 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能一辈子 也醒不来 家衡 于笑笑 你给我站住 家衡 家衡 我是笑笑 家衡 家衡 我不允许你靠近家衡 家衡 陆阿姨 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她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我求求你了 阿姨 我求求你了 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 不行 我不会再让你见她的 阿姨 家衡 小亨 家恒 你一定要扛过去 一定不会有事的 骆太太 需要你去办理一些其他手续 阿易 你留在这儿陪家恒 我去 请 你小时候妈很忙 一直都是你姐姐照顾你 我没有像别的母亲一样 好好地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管着你 约束着你 家恒 你不要想吗 等你醒过来之后 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吗 阿易 事情办完了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 我要留下来照顾他 他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好好地照顾他 您也一直都没有休息过 要是累生病了 家恒醒来之后跟谁说话呀 您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睡醒了之后再过来 也行啊 这里有我 好 我先回去 如果有什么消息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阿易 您放心 来 来 阿易 慢走 不要说我不够兄弟啊 你最好给我起来 进去吧 别坐这了啊 阿易回家了 去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家豪 我抓住你了 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走了 无论你醒还是不醒 我都留在这里 不走了 好不好 喂 爸 晓晓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爸 我是不会回去的 骆家豪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他妈妈不同意 我都不同意你继续跟他在一起 家豪没醒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你 那你就守着他 永远别回来了 对不起啊 爸 我现在已经成了 我现在已经成了 你很生气了 我今天想要去 你都不忍受了 你不忍受了 我肯定是不忍受 我肯定是不忍受了 我肯定是不忍受了 你肯定是不忍受了 我肯定是不忍受了 我肯定是不忍受了 少姑娘 爸爸没有那么不尽人情的 爸爸只是 只是不想让 让你像爸爸一样 用自己的后半辈子 去怀念你爱的那个人 爸爸多么希望 自己的宝贝女儿 能跟她爱的人 好好的 永远地在一起啊 你还记得吗 你很小的时候啊 就跟我说 你想穿妈妈当年结婚的婚纱 那个时候啊 你还没有那件婚纱的裙摆高呢 你现在啊 已经出落成 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了 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为你感到自豪 爸爸爱你 我都没解决 edin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的身体里 是星星的心脏的时候 我甚至有一点开心 我觉得 星星好像是换了一种方式 守护在我们身边一样 可是现在 我们还要再承受一次 失去你的痛苦吗 你肯定会醒过来的 你肯定会醒过来 家豪 从一开始 你的姐姐阻止我们 把后来 你的妈妈 我的爸爸反对 从一开始 我们相遇 到后来 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误会 我们经历了太多 都是我余潇潇这辈子忘不掉的 所以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不会退缩的 我不会退缩的 佳恒 我就是坐 我也要坐在你身边一辈子 你就好好躺着 你躺好 我就坐在这里 好不好 我 不行 人家 都是公主被王子守护的 怎么到了咱俩这里 变成王子被公主守护了 母官脸 喂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 你就是这样保护我的 罗家豪 我不允许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听到没有 不允许就这样 罗太太 我想有些患者的信息 我有这个必要透露给您 母官脸 我 我想你了 你是说 家衡现在的心脏 是于笑小朋友的 是的 今天早上 洪医生已经把相关的材料 传真给我了 所以说 这对家衡的病情 有什么帮助呢 难枚有一例这样的医学案例 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有一位患者 他在移植了宫体的心脏之后 频繁出现心梗等症状 不过当患者 跟宫体的母亲一起相处时 患者的病情就稳定了很多 你的意思是 让于笑小陪在家衡的身边 可是家衡和于笑小在一起 情绪就会激动 这样只会再次发作 不是这样的 从检查报告上看 洛家衡在回到新加坡之后 他的心脏状况 远远不如在重庆的时候 所以这证明 他在重庆的时候 身体状况至少是好转的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你在秘密基地唱给我听的 不管这首歌 到底和星星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好想替你继续唱完它 你是 是你 怎么 你认识我 夏远欣 你好 我是夏远欣 我是你的心 在你身体里住了这么久 终于见面了 是笑小和风鸣 他们是我记忆的最初 就闯入了我的生活 是他们带给我希望 陪伴我成长 和我一起经历了生命当中的悲欢离合 他们是我无法割舍的存在 所以 你也会跟着我一起伤心 开心 揪心 安心 可是故事总要继续 我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一百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 有一个好朋友 我 你 我的 我 我